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車款是Toyota Camry 那這部車最近會在KT裡面受到車友的關注 最主要是因為有很多的車友安裝了之後幫我們介紹 那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KT的台東工廠 也都有同樣的是 Camry 6 代的車款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比較避震器的方式 因為避震器現在進口的也好 台灣也好 或者是大陸的也好 日本的也好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品牌 KT有KT不同的特色 那最棒的一個選擇避震器的方式就是來找實車來試乘 那今天的車友也是剛好下午中午 中午有試乘到我們的Camry之後覺得OK 所以就立刻要安裝KT的一個道路版本的避震器 那車友本來的避震器 這台車的車領有點 06年了 大概十來年了 所以避震器向後方的話有一支是已經漏油了 所以在避震器的比較上的話 經理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那為什麼要選擇改裝或者是原廠之間的一個差異性 這台車目前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那就因為後方的避震器 像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這個已經看到有油漬 這個已經損壞了 那十來這個是06年的嘛 06年2.0款的 06年現在是2020年了 也大概有十來年的車齡 所以有可能啦 如果我們要沿用原廠上座的貨啊 也有可能上座已經 橡皮裂化了 或者是說上座的軸承有磨損喔 那裝到 改裝的避震器上的話 就會有一個風險 那到底是它拆下來的上座壞掉 還是避震器的品質不良喔 所以這樣拆原廠上座來沿用的話 就會有一個風險 那如果啦 像這個其實零件都已經用一段時間了 如果要一整套新的 其實價格也不便宜 就算是台灣附廠的也得要一萬多塊 那改裝KYB的 藍桶的就要三萬多塊錢喔 那如果是黑桶KYB的話 連上座的話也得要兩萬多塊 可是那些的話都是不能調整軟硬 不能調整車高 也沒有辦法改善操控性喔 所以KD的最大的優勢就是 第一個軟硬可以調整 然後高低也能調整喔 所以在功能性上的話會比較多聯化一點 但經理剛剛有一個部分講錯了喔 如果安裝的是KYB的藍桶 它對操控性是有幫助的 因為KYB的藍桶它的主名呢 確實是有加強的 可是藍桶的話 再加上彈簧啦 防塵套啦 上座的部分的話 它整體的一個價格呢 也都比KD還要貴不少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方的避震器已經裝好了喔 後方的懸吊系統 這個世代是CAMERI的六代 從CAMERI的一代到七代喔 它的前後都是賣花成的 除了去年還是前年 剛上市的CAMERI八代 後方才是改成DM需要的主台 那這個世代的六代 後面一樣是賣花成的懸吊系統 賣花成的意思就是 它的避震器跟彈簧呢 是做一體式的 那它的操控的話 其實會相當的不錯 可是它會佔掉車室裡面 不少的空間 因為像這個上座 它有一個上座 那上座的話 它會有一個塔頂 所以它的車室裡面的空間呢 就會因為避震器的 一個造型而受到限制喔 但這個畢竟它是中大型房車 所以即便它浪費掉 上座塔頂的位置空間 它車室裡面的空間 一樣是很大喔 那這個是 KT的後方的CAMERI的避震器喔 那可以看到一個一點就是 很多的車友會問說 那單桶到底是舒不舒適 其實以這台車來說 它的舒適度的話做得不錯 因為它的重點 並不是在單桶或是不同 它的重點是在於彈簧的部分 像後方彈簧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彈簧的限距呢 它的限徑喔 外徑做得很大 然後它的限距的話 做得還蠻寬的齁 所以它的舒適感的話就會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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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它的是做250桶 四公斤 所以我們後方才配四公斤喔 所以它的 第一個彈簧是做一個大捲式的 第二個 這台車很多都是因為上座的關係而造成異音的問題 為什麼上座會有異音 它的後方上座是有斜度的 所以當沒有把握的時候 對異音客製沒有把握的時候 我就會沿用原廠上座 但是KT的話不用煩惱這個問題 因為KT的話除了付全新的上座之外 它的彈簧還是跟和原廠的上進一樣 所以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會不會有異音的問題 絕對不會有異音的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做專用的規格 所以如果做強化上座的話 它所搭配的彈簧 就勢必需要轉乘直捲式的彈簧 那轉乘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上座形式呢 就沒有辦法沿用原廠的規格 異音率就相對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是這台車特殊的一個狀況 好 那它的後方的一個懸吊系統 上方的話有一個油管固定架 等我一下 直接通電話重要的 小熊我再直播等下打給你 所以這個後方的 它的上座的話 KT都有付 它都是做專用的彈簧 所以它的異音率的話其實意識的很不錯 那後方有一些離載串啊 油管固定架 這些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今天這部車的話 原廠原廠車高大概是三指 再多一點點 那車主的話 預計降到一指半 預計降到一指半 KT以這台車來說 不論你要跟原廠車高一樣 或者是要降到長輪呢 都沒有問題 因為麥花神的懸吊系統 在設計上它能調高 跟調低的範圍呢 相當的寬 這是後方的部分 那後方的話 因為啦 它的上座呢 是在後上板裡面 所以當車主啊 你要調整軟硬 要調整阻力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預備 可以看到這個要拆那麼多東西 但KT的話不用這麼麻煩 因為我們有附一個延長的調整機構 可以讓這台車來做調整阻力 可以調整 車主可以不用拆這些東西 就能調整軟硬了 我們來介紹一下後方調整阻力的部分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椅背 如果要拆避震器的話 這些東西都要往前先 這一台車還有一個是3.5升的 是Q版的 Q版的話 後面是電動椅 它要拆的會更麻煩 那這一個版本的話 只要把這個椅背往前先就可以 所以這裡可以看到避震器的上部結構 那上部結構的話 因為車主如果要自己調整軟硬 會很麻煩啊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延長 這台車專用的延長調整機構 從這裡就能調整軟硬的 一樣是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變軟 從這個地方就能調整的 不需要再拆那麼多東西 所以這個是這一台車 我們為了讓車有方便來做調整 所延伸出來的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隧部車 它的前面一樣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的特色呢 就是不只它負責上下震動的意識 當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避震器也是會跟著同步旋轉 所以為什麼會同步旋轉 因為在這個上座的下方 它就有一個軸層 所以這個是就是KT 剛剛我們說的 它會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那前面的阻尼要調整 這台車就方便多了 我們從這個地方 把引擎式打開之後 從這裡就能調整了 往H的方向它就變硬 往S的話就是變軟 所以從這裡就能做軟硬的調整 那阻尼的調整之前的話 需要先調整胎壓 胎壓的話大概原廠的 像這個日系車的話 在B柱的下方 駕駛座門打開 B柱的下方就有一個建議值 大概一般來說 大概都是在32-33PSI左右 是一個建議的胎壓值 那阻尼當胎壓調整完畢之後 再來就是阻尼的調整 阻尼的話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做對稱 這個是軟硬的阻尼調整部分 那車高的調整 像這樣的設計是靠統身可調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壓縮彈簧改變車高 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會受到限制 那也有可能因為調高壓縮彈簧之後 它就變硬 但是這種是統身可調 它不會因為調高或者是調低 去改變它的乘坐感覺 那它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一個 也是一樣大捲式的 大捲式的7公斤的彈簧 那前面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或者是離載串的部分 這些都是以照原廠的位置 所以這些零件的話 都是跟原廠一樣 那像是在這個拆裝的時候 前面的離載串它的壽命 其實會比這台車來說 會比後面還要來的短一點 那以KAMERI來說 有幾點需要特別注意的 第一個在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它離載串的狀況 像這一台車 比重度可能有點多 你看像這個離載串都已經破損了 像這個防塵上破損的話 它沙子就會跟傳動手一樣 跑進去這個魚眼球頭機構裡面 就會造成把裡面的潤滑油脂把它漏掉 漏掉之後 沙子再跑進去 就可能會有間隙變大 那遇到坑洞的時候就會有異音 所以這個都是在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會建議留意的部分 那以這台車來說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前面跟後面防晴桿的橡皮 尤其是後面防晴桿的橡皮 它容易老化 老化了之後它的建議器就會變大 那遇到坑洞的時候 它的會有一個好像是避震器柔柔的聲音 那就是有可能是後方防晴桿的固定橡皮 已經磨損了 那就會可以趁著在底盤維修的時候 一起把它更新 像今天的話 我們就一起幫車友 來換新的離載轉 讓它低音的狀況 就能夠減低 減得更少 至於在KT用料的部分 像是主民友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主民友 是意大利進口IP的主民友 那我們目前也在請IP的一個台灣的代理商 幫我們開一個證明 因為坊間有很多的避震器的製造商 號稱是用IP的主民友 結果不是耶 是螢幕混珠 所以IP的話也會給我們一個 這種實在的一個製造商 給我們一個證書 代表我們真的是用意大利進口IP的油品 不是嘴上說說的 那像是在油封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像這台車的話 因為有很多的車友 都有聊到的話 就是會推薦的是日本TEAM的品牌 那日本的TEAM呢 現在有一部分都是在大陸生產的 那不論是在大陸生產 或者是比較高級的TEAM 是在日本當地生產 他們所使用的油封 就是使用日本最棒的油封 就是日本NOK的油封 那KT的話 所使用的油封 一樣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在耐用度上 或者是品質上呢 都會比一般的油封還要來得好很多 所以是KT用料比較好的一些地方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商 所以在有可能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防塵套破損了啦 饅頭已經破損了啦 或者是有肉油啦 甚至是阻尼劣化 那這些狀況呢 日後都是可以翻修的 KT都有辦法針對這些的一些耗材呢 來幫各位來做售耗的服務 OK 以上是今天CAMO6代的一個安裝介紹 那這一台車在床上一遍 KT的工廠裡面有這部車的試乘車 而且如果經理沒記錯的話 明天也有在北區是蘆洲還是三重吧 在萬有汽車也有一台6.5代要安裝 所以有很多的CAMO6代的車友都還蠻捧場的 那當然最歡迎的是大家來試乘看看 那覺得KT有符合到各位的需求 大家再來考慮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直播 謝謝大家 掰掰